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大麻为我国二级毒品,但澳洲纽西兰政府准备在今年11月12日全面开放当地大麻种子合法化,知情人士指出大麻种子营养丰富,且大麻转换二氧化碳为氧气的速率比数目更快。 综合外媒报道,澳洲与纽西兰政府将于11月12日解禁大麻种子,并同意业者将其加入食品中,但不能夹注任何有关食用后会产生幻觉的标语。 澳洲大麻食品公司执行长保罗·本海姆,Paul Bernheim,指出种植大麻抗虫害、抗杂草且耐害又低耗水,相当经济实惠。 本海姆提到,每颗大麻种子都含有超过30%健康脂肪,富含Omega-3不饱和脂肪酸,种子内含有21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,大量的维生素E,八种微量元素,以及许多帮助消化的纤维素,而大麻种子因其产生幻觉的物质THC浓度低,因此不会因为使用相关食品被验出毒品反应。